本身高血压是年纪越大的机会就越多 多数典型的原发性高血压就多数是60岁以上 和现在的生活习惯改变了很多 大家看到肥胖在社会以发展的国家就越来越普遍 饮食习惯 吃东西比较咸 多数是现在来说我们法国高血压的年纪相对比以前早了的 主要原因是现在的生活习惯比以前的改变都比较大 其实很多时候本身高血压就没有症状的 所以为什么来说一些所谓的screening 所以一些所谓的筛选是很重要的 很多时候当病人自己发觉出现症状的时候 其实本身有了高血压的一个破长的时间 在那时候需要做一些介入性的治疗 或者相对比较复杂的困难 所以平日病期看医生的时候 都要聘请医生花点时间 和你查一下血压都是值得做的事